第六百四十五集 你是谁 灵月怒道 我是他哥哥 叶好轩走上前 哼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哼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他的底细 一个没有父母的底层女人 也想飞上枝头做凤凰 灵月愣笑道 啪 叶好轩毫不留情地抽了他一耳光 虽然这一耳光没有用上真气 但是足以能让这个女人抓狂了 灵月捂着脸尖叫道 把他给我拿下 把他给我往死里打 他身后带来的人是一拥而上 就要上前去抓叶好轩去 碰 一声枪声响起 现场瞬间安静了下 在这个场合竟然有人持枪 众人可就大睁着双眼 向枪响的来源处看看 只见叶靖起的手里持着一把五四式的手枪 手枪上面还油字冒着青烟 这枪显然是真家伙 操有枪了不起啊 丁家人大怒 碰 叶靖起抬手对着那说话的人一枪 这一枪打在了他的脚下 说话的那个人一声惨叫 整个人都跳了起来 他连忙躲到了人后 再也不敢说话了 你刚才说 我女儿出身卑微 叶靖起神色不善地说 怎么 难道我说错了吗 你们一家人都是垃圾 你们想靠卖女儿拍上李家 难道我说错了吗 凌月尖叫道 我叶家的人是垃圾 你行 你有种 这是我活了几十年第一次听到这么有人 敢这么明目张胆的骂我们叶家的 你姓灵是吧 如果你想玩 我陪你玩 如果你们灵家 在情缘立足能超过半个月 算你牛 叶靖起也是真的怒了 自己的女儿受到侮辱不说 连同自己叶家和老太爷都让人给骂了 这个女人很牛 很牛逼吗 她从军几十年养成的性格 在这瞬间可就露了出来 如果这个女人敢真的再废话一句 她真的敢套出枪 崩了她 叶 叶家 哪个叶家 林家还是有 有见识的人存在的 他们隐约地感觉到事情都不对头 京城叶家 你觉得华夏有几个叶家 叶靖起冷冷地说 现场震惊了呀 这所有的宾客只感觉到脑门上的冷汗 蹭的一下可就躺了下来 京城叶家 这四个字的分量谁都清楚啊 那是顶级世家的代表 那是不可招惹的存在 林家的人怂了 他们真的怂了呀 这些人都是林家的晚辈 今天来这里就是受林月的教唆 来闹事的 他们李家之前和林家已经确定了联姻 现在一眨眼 又娶了别的女人 这让林月情何以堪的 这让林家的脸往哪里放 所以说他们今天来撒撒气 不管怎么样吧 让李家过不了那么痛快就是了 只是他们没有想到夏寸欣 竟然是叶家的人 到现在也没有人追究 她是私生女的事情 京城叶家 那是一个庞然大物 注定是让清源这些小地方的人 仰望的存在 他们林家是得罪不起呀 林月可就傻了呀 作为圈子里的人 尽管她不是京城圈子里的人 但是她也听说过 关于叶家的种种传闻 只是她没有想到 夏寸欣竟然有这么深的一层身份 她震惊在当场 一时间被这个消息震惊地说不出话了呀 她拼命地想如何道歉 如何收场 如何能不让叶家震怒 如何不让自己的世家受到波及 叶靖奇的话没错呀 如果叶家真的想跟林家计较 一个小小的林家真的不够看的 在叶家军政商三大体系的公事下 林家不要说撑过半个月 就算是撑一个星期她都要笑了呀 对 对不起 林月刚才的嚣张就消失不见了 她的脑海里一片空白 现在除了这几个字 她实在是想不出什么话来了 林家的长辈呢 感情的事情勉强不来 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就这样认着一众小辈胡来 今天我就在这里等着 如果林家的长辈不来给一个说法 后果自负 我的女儿 也不是让你们这些人随便侮辱的 叶靖奇转身往西上一坐 这早已经养成一副 喜怒不形余色的叶靖奇啊 这今天也是震怒了 一个小破商业世家 竟然也敢骂自己的女儿下贱 他倒要看看这林家的人到底有几个胆子 今天的事情不给一个说法 谁都不准走 那那林家的这几个小辈可就傻眼了 他们感觉到双腿是一阵阵的发软 身体不住的打着摆子 他们知道这今天的事情不能善良了 尤其是林远 他现在是后悔不迭啊 他原本只是来这里耍耍性子 顺便侮辱下李军林的妻子 让他下不来台 他只打听到夏寸心是一个没爹没娘的普通人 但是他绝对没有想到夏寸心竟然这么有后台 那有些机灵的人 这已经通知林家的人了 现在林家的长辈正在气急败坏地赶过来 其实林远今天来这里闹 林家的人不可能不知情 但是他们只是睁之眼闭之眼地任由他来胡闹 因为之前李家和林家有意联姻的事情 已经传遍了清远 甚至有传言说 林远已经怀了李军林的骨肉 那现在李军林一转身又找个人结婚去了 那让这林远以后怎么做人呢 让林家的人情何以堪 所以说这件事情 他们也想让林远闹腾一下 顺便也出出他们心里的那口恶气 只是没有想到这一次 当的一脚给踢到铁板子上 好好的一场婚礼弄成这样 那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 李军林毕竟和林远交往过一段时间 看着他吓得脸色惨白的样子 也是心有不仁的 有心地想去劝劝 但是看自己的老丈人满脸铁青地坐在那里 他就把这个念头给打消了 他清楚这是岳父为自己的女儿撑腰呢 一来那是警告自己的家人 二来是警告青园圈子里的人 告诉他们这是叶家的人 是他叶靖琪的女儿 有谁敢跟夏寸新过不去 那就是跟叶家过不去 林家的一众长辈匆匆地赶了过来 他们已经了解了事情的原因 怪只怪李家捂得太严实了 甚至他们觉得李军林是故意坑他们的 在他们结婚的时候 圈子里的人纷纷猜测呀 这夏寸新到底是什么来历 竟然能让叶高于鼎的李氏接受他 只是再怎么猜 也没有猜到夏寸新 会有这么一层身份 叶先生 家里的孩子们不懂事 冲撞了领千金 我在这里向叶家 向令千金赔不是了 林家的老爷子 对着叶靖琪是深深地作了一个一 然后诚心地向夏寸新道歉 他们不懂事 你们也不懂事 叶靖琪淡淡地说 你们难道不知道李家今天大喜吗 这件事情你敢说没有你们林家的授意 这 林家的老爷子语色呀 那要说没有他们在背后撑腰 这些小辈们是绝对不敢来这里胡闹的 事到如今她只有委屈下灵月了 她转过身来对灵月喝道 还不上起来道歉 对不起 小小姐 灵月脸色苍白地走了上来 刚才的盛起灵人的态度可就早就消失不见了 爸 算了吧 今天也算是大喜日子 林家的人既然来了 那就喝杯洗酒吧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夏寸新淡淡地说 既然你这么说 那这件事情我就不追究了 但是寸新呢 你要记着 你是叶家的人 不管你从小的身世如何 你的身体里都躺着叶家的血 以后谁敢跟你过不去 抽他 叶静奇淡淡地说 他这话是对李家的人说的 这豪门世家中的争斗 他比谁都清楚啊 他这样无非就是警告李家 你最好不要招惹到自己的女儿 否则的话 不会跟你们客气的 这场婚礼 在这一次小插曲中结束了 在婚礼上发生的事情是堪称劲爆 之后被清园的圈子里传的是津津乐道的 林家这一次是丢人丢大发了 脸都被打肿了呀 婚宴结束 叶好轩接到了萧海妹的电话 你交代的事情已经弄清楚了 江州一带的代理权会另外找人 现在准备和李氏打官司 萧海妹说 嗯 这件事情你看着办就是了 李氏怎么样 萧海妹的 还好 叶好轩顿了顿 我想让她也去京城 她一个人在这里容易受欺负 虽然我在这里的朋友多 但有些时候 难免会照顾不周的 你是想她了吧 萧海妹大笑 叶好轩善善地笑不笑 我也想你啊 得了吧 知道你打了什么鬼主意 不过林莉回来也好 清园那边重新找人管理这就是了 反正下一步 我打算把清园分布整合到京城来 我身边也刚好缺个得力助手 林莉最合适 让她回京吧 萧海妹的 那好 过几天 我跟她一起回京 叶好轩黑黑一笑 你在清园还有什么事啊 萧海妹问 去医院看看 打算把这里发展为 曙光的第一家分院 另外 清园这边的医院 日子过得太滋润了 我想给他们找点不痛快 好 尽早回京 不说了 拜拜 拜拜 萧海妹微微一笑 她挂断了电话 没命急打来的 蓝莉莉挽着叶好轩的手臂问 嗯 说好了 过几天你跟我一起回京 我想留在这里 蓝莉莉有些不情愿地说 莉莉 我知道你的心思 不过你在这里 我确实不放心 再说了 你一个人在清园 难道不想我吗 叶好轩握着她的手道 想 每天都想 但我觉得京城 肯定有更多的女人 我看着生气 蓝莉莉说 哪有更多的女人呢 叶好轩尴尬地说 我还不了解你 一路烂情 蓝莉莉在叶好轩的手臂上一掐 那你更得到京城来监视我 管着我 叶好轩一文正经地说 两人边走边聊 走出了酒店门口啊 就只见杜红义在门口候着 她见到叶好轩走出来 便走上前微笑道 呃 叶少 能单独聊聊吗 叶好轩和杜红义不太熟悉 并不了解她的为人 两人也只是在同一张酒桌上 喝些酒罢了 但是她这个人 给自己的感觉比较阴沉 就是属于那种特别有心机的人 叶好轩不愿意和这种人深交 但是 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呢 尽管这样 叶好轩还是点点头的 杜红义见叶好轩猜出了她的来意 索性就开门简善地说 公司的事情一向不是我负责的 这件事情回头我可以帮你去问问萧总 叶好轩有些堂塞地说 叶少说笑了 你才是美颜的最大股东啊 真正的老板 这些事情你完全能做得了主 我们杜家在江浙地区虽然算不上顶级大户 但也不是独门小户 完全有这个实力的 杜红义笑道 其实我就是一个甩手掌柜 这样吧 我回头帮你联系一下萧总 具体事宜 你可以到京城和他谈 不过萧总这个人做事 向来是公司分明的 如果你们通过了他的考察 这件事情就算这么定下来了 听叶好轩这么说呀 杜红义知道这是叶好轩做出的 最大的让步 他点点头道 这样也好 那就先谢过叶少了 不用客气 大家都是朋友 那就不打扰叶少了 希望我们以后能有合作的机会 杜红义点点头 期待和杜少的合作 叶好轩伸出手和杜红义握了一下 便带着蓝玲玲离开了 那我去公司把事情安排一下 然后你什么时候走 我跟着你去京城 蓝玲玲说 好 我刚好得去拜访下林书记 晚上的时候 我去公司找你 叶好轩点点头 好的 我警告你啊 不准乱来 蓝玲玲挽着叶好轩的脖子 送上了一个香蕾 然后镜子 开着车离开了 看了看时间 已经下午了 这时候临晨雨 应该没有什么事 叶好轩跑到一家商场 精心挑选了一点礼物 然后就去了临晨雨家 敲了敲门 里面传出了王文慧的声音 来了 王文慧打开门以后 看到了叶好轩 他不由自主地愣了一下 然后脸色有些不大好看的问道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来拜访下林伯父 伯父在家吧 叶好轩知道 他现在对自己的印象 不大好 如果不是因为林老的缘故 他甚至都有可能 直接赶自己出去 在家呢 进来吧 王文慧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 然后侧过身子 让叶好轩走进来之后 才关上门 哦 小叶来了 林承宇正在客厅里看书呢 他戴着一副眼镜 看到叶好轩进来 他把手里的书放下 取下了眼镜 揉揉眼睛 然后坐直了身子 伯父 伯母 最近身体还好吧 一直比较忙 所以没能抽出时间来看你们 叶好轩把手里的礼物 放在了桌子上 你有你的目标 也有自己的责任 好好地做好你的事情就行 林承宇淡淡地说 伯父说得是 叶好轩笑了笑 王温慧因为女儿的事情 对叶好轩有些意见 所以给叶好轩倒了一杯水 就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看他那冷清的神色 叶好轩不由得有些苦笑啊 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 不管是谁 都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受苦 而林语彤离开这里的 一大部分原因 是自己无意间地冷落 所以他对自己有好脸色看 才奇怪了呢 打算在清园待上一段时间 林承宇问道 有这个打算 我想在这里 把曙光医院的分院开起来 好啊 清园发展太快了 虽然消费 比不上北上广深那些城市 但也不低 尤其是医疗行业 这些年来越来越离谱 是该整治整治了 林承宇点点头 伯父 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 清园不是小地方 我要想打开这里的局面 恐怕有些困难 你在京城怎么做的 在这里照做就行了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随时来找我 但是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这里不是京城 虽然我是这里的一把手 但是有些问题上 可能和其他的几位领导 无法达成共识啊 哼 这点我清楚 只要伯父不觉得 我来势破坏清园经济稳定的就行 叶浩轩笑了笑 优优独播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